好多人问我呢 学画画的话到底有啥用呢 所有学画画的人 其实都在问这个问题 老师学画画到底有啥用 有没有人出门的时候 觉得自己穿的太丑了 那为什么别人穿衣服 就会被夸好看 而你却总被吐槽 中式房间的时候 每一件物品都是自己精挑细选的 单个看起来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怎么搭配到一块 就觉得怪怪的呢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问题 学个画画就能解决 你到底信不信 那如果说色环上互为180度的颜色 成为互补色 120度成为了对比色 如果想挑战撞色系的服装 就得试试互补色 或者对比色的一些服装搭配 很多大牌也是依据这个配色方案 去彰显的这个高级感 那为什么夏季的衣服颜色要先亮 冬天的则偏爱穿深色的衣服 因为亮色会给人一种更轻盈 跟头细的感觉 符合夏天的这种基调呀 而深色的衣服看起来会更加的爆满一些 这就是色彩对于人心理思维的一个影响 而除此之外呢 颜色的明暗几种颜色 在空间中所占的一个不同比例 包括不同的物品在空间的摆放次序 构图等等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效果 当你学会了绘画 那通过不同的一个练习吸收这些知识点 你就会慢慢的构建出一道属于自己的一个审美经验 无论选什么都会比别人眼光更加的有品味 而且独到 第二点就是为你的职业生涯 添砖加瓦 你以为厨师只要会做饭就可以了 同一份意大利面 有的厨师只会放到盘子里边给顾客 而米其林大厨会将面条卷成了螺旋状 再放两片薄荷叶和虾仁进行点缀装饰 甚至还会利用一些酱料在盘子上去做化 这面的价格自然就提上去了 关键是啊 还源源不断的有人买单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上 对食物的摆放做到了疏密 有主次的一个完美搭配 让人在视觉和味觉上都达到了一个双重的满足 你看 厨师都这么卷了 说明人们对美的一个追求越发强烈 而且美学可以变现 这一点都不夸张 让你学绘画 当然不是为了多画几部作品 而是把绘画作为一种语言 运用到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重要的是 当你具备了画画的一个思维 同时也具备了对事物已经敏锐的洞察能力 能够迅速观察到事物的一个本质 知道学画画有啥用了吧 我是教画画的杨江 如果你想知道画画方面 应该咋去赚钱 评论区留言 我来告你